中電在理工大學舉行股東大會 十幾個綠色和平成員 在大樓外牆掛上一幅任由中電主席 米高家道理肖像的巨型還額 諷刺中電企圖主導和政府 就著電力管制計劃協議的談判 綠色和平要求中電 每年折散1%的售電量作為節能目標 並且將可再生能源項目分拆出售 由政府制定電費的架構 全面檢討收費制度 中電在去年派股息超過60億元港幣 我們所說的節能措施 對香港社會整體有利的措施 其實只需要1億元 所以中電在目前龐大的營利空間裡 其實絕對有條件去執行所有節能措施 綠色和平又向出席的小股東派發單張 希望股東支持他們的建議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導 致電視記者 李宗盛